最凄惨演唱会《黄国伦》北京鸟巢开唱,结束没人喊安客,至少惨赔5000万,扣乃辛炭,可能要变卖房产。 图翻设自今日头条 根据今日头条 报道,54岁音乐人黄国伦,9月25日晚间在北京鸟巢开唱,邀来大咖周华健,邓紫棋,金志文等等担任嘉宾,连台湾第一名摩林志玲都到场聆听,老婆后乃辛更感性表示,我是一个不买收食品的女人,不买珠宝,名牌包,我这辈子买了最贵的收食品,就买我老公的梦想, 因为我相信她 可容纳十万人的鸟巢,坐近八成满,演唱会她跟老公合力砸2000万人民币,约一亿台币,她苦笑说,至少赔掉5000万 但是仍有点自豪说,台湾只有五月天,王力宏唱过,第三人就是黄国伦,就连周杰伦,阿妹,张慧妹,也没唱过没有赞助商吗? 寇乃辛表示因为不想要在台上宣传,因此最后钱翠全部自己出钱,她说,若钱不够,将卖掉南港价值期,八千万台币的房产变现